謝謝 好 謝謝鄧委員 好 何欣純委員 謝謝主席大家好 我想今天內政委員會 我們民進黨黨團要求 我們陸委會主委一定要來這裡 專案報告說清楚講明白 因為台灣人民有太多的疑慮了 馬錫會這個震撼彈丟出來之後 大家覺得莫名奇妙 不知道說到底馬錫會談的是什麼 馬英九告訴我們說不簽任何協議 但是呢 中國已經拋出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下 安排馬錫會 就算不簽任何的協議 而這個默契 也是台灣人民所不能忍受的 而這個默契 而這個所謂的一個中國的原則 也是完全背離台灣民意的 在一個沒有台灣民意的支持之下 馬錫會到底要談什麼 我想很多的台灣人民 今天現在這個時刻 大家議論紛紛 到底馬英九 要把台灣人 帶到哪個方向去 大家說是賣給中國 賣了中國之後 賣給中國之後呢 成就人是馬英九個人的歷史定位嗎 如果只是為了成就馬英九個人的歷史定位 全台的利益要被賣出去 可能啊 可能啊 我們台灣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台灣的民主社會的奠基 就在於剛剛我們一直強調的 公開透明 對等尊嚴 我們要求的民主的價值 絕對不能被賣 我們台灣的主體意識 我們台灣的主權 台灣的國格 絕對不能被賣 有記得 當時 中國片面宣布 卡式台報站全面執行 我們的毛院長 還是看報紙才知道 今天呢 PO出了一個馬錫會 我們換了我們立法院的王院長 也是看媒體看報紙才知道 我們今天的馬英九執政的政府 到底是在幹什麼 完全在偷偷摸摸的做事情 不敢公開透明 偷偷摸摸不敢公開透明的情況之下 台灣人民當然會有疑慮啊 台灣人民當然很懷疑啊 到底馬英九在幹什麼 所以我們堅持 入委會 要來立法院 要來內政委員會 專案報告 清清楚楚的告訴我們 馬錫會 所謂的對等尊嚴 該如何 來清楚的報告 來清楚的報告 馬錫會 到底默契 談的內容 到底又是什麼 公開透明 對等尊嚴 我們不反對 台灣跟中國 有和平的交流 但是我們反對的是這樣子的 黑箱作業 偷偷摸摸的一個 會面 我們再次重申 跟陸委會主委 邀到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來做專案報告 我們希望 陸委會 海基會 所有的預算 我們重新複裔 我們好好在審視 公開透明 而且所有的預算 必須符合 我們所有執政 現在行政院的一個執政內容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請張瑞雄 請周妮安委員 好 謝謝主席 好 謝謝主席